台中美食賣場加油站開幕 天空不作美 下起毛毛雨 但還是有十幾台車排隊加油 加油站開幕推出好康優惠稀客 每公升最多可以省下三塊錢 搶到投箱的民眾直呼賺到 滿賺到的 因為不知道自己是投箱 以我酒吧來講 應該可以省到一百多塊 民眾開心搶到便宜 但也疑惑 這樣難道不會虧錢嗎 內行消費者揭露 賣場加油站油價確實是成本價 但就是要吸引民眾辦會員卡 來賺會費 那邊加油好像一定要刷他們的卡 所以要辦卡才能去那邊刷 所以我不太會特地跑到那邊去加油 但是它可以開放非會員的 有可能會有 一起比一比以連鎖賣場為中心 十分鐘車程內就有三四間的加油站 各加油會都不同 中油採會員卡集點 可以兌換礦泉水 衛生紙 全國加油站則每個星期三加油 二十五公升 現金付費每公升可以省二點八塊錢 台亞加油站使用聯名信用卡 一公升可以優惠一到兩塊錢 成本就是要希望降低一點 所以它會選擇比較便宜的油 就覺得可能要看好不划算 不少人還是偏向一般的連鎖加油站 因為美食賣場加油站 雖然優惠多 但因為採會員制又要繳免費 還是要看民眾買不買單 記者 林維智 謝雲珍 SNG小組 台中採訪報導